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一款Ultra Studio Mini Recorder 3G 那么这是一款BMD推出的小体积的雷电3的采集卡 之前的系列是有雷电2的口 那么如果要接到现在普及的雷电3设备上的话 就需要一个软接头 那么整体的价格不菲 而且那一款只有1.5G 现在包装里面的话也不送SD卡 达芬奇的话只是一张卡片 然后带上链接和二维码 毕竟1000块钱的东西也不会白送你一个软件授权 当然的话贴纸还是给的 最后总而言之的话 只要自己再买一根线的话 连到Mac或者是现在11代Intel的笔记本上面就可以直接用了 最后这一张像说明书一样的东西也挺无聊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看的意义 然后的话来介绍一下这玩意的参数和一些主要的使用场景 售价115刀 然后对比它的更贵的一些产品的话 对这是完全良心的价格 然后SDI的部分的话 它的3G其实来自于它的速度 然后支持雷达3 那么现在的话新的笔记本都有这个口了 所以没有说什么不能用的问题 就不过不能像USB那样有HUB这样子 然后支持的Codec 有ABC VCHD 就H64这些 还有ProRes 最强的话主要就是微压缩的Sharp 微压缩的10bit 444采样 然后软件 当然这个东西是得下的 不然不下的话也用不了 然后支持的话主流就是像OPS或者是Wirecast这样的一些导播的这种平台 然后SDI的部分的话是能够做到2K的视频 就是2K 2K50 2K60 还有2K DCI 然后HMI的话就要第一件 HMI的话只有1080P60 不过它很奇怪 它有那个HDMI2.0的那个 呃声色 声色的话就是支持RAC2020 或者说像HDR的一些支持 然后12bit RGB 那整体来看的话就差不多这样 那对比一下最便宜的4K mini 呃差不多能够买8个这个Recorder 3G了 然后的话就是这样环节 然后手上现在拿来拍的话是HS3 那么我这一演示是把那个MicroHMI接到 呃HM3上面 然后相机的HMI输出的话是可以自己配置的 像我现在的话就是在输出模式的情况下会关闭相机自己的屏幕 然后并且会带上输出的那个控制的一些参数啊之类的东西 然后来看一下它可以调的一些参数 因为Sony的NTSC实际上都是广播电视标准 所以都是59.94啊或者是23.97 在实际在配的时候也最好能够对上 这样的话能够减少一些损失啊之类的东西 然后这个采集卡虽然有点小众 但是毕竟体积还小 所以出门的时候可以拿来接Switch来玩 像我这里演示一下一个我比较Soft的那么一个外置的扩展物 然后的话这个采集卡的对于声音的支持也是没有问题的 日常的话可以通过QuickTime的那个反应功能来实现那个声音的回传 如果说要最大化全屏的话可以利用OBS自带的那个全屏预览的功能来实现这个场景 总的来说这个采集卡的主要卖点还是在于它的一个未压缩的画质 那么相比一些其他的传统游戏采集卡来说 它的画质的这个天花板会高很多 当然劣势的话就是没有HDMI还出 在没有还出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延迟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这个延迟也不是不能接受 而且很多时候也是看游戏 那么主要的话像哪怕像Splatoon这种 对于一些操作有要求的游戏来说 目前这个延迟还是能够稍微玩一玩的 那我这里来打一局 就我个人的结论来说 我觉得这个采集卡打游戏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于 OBS这边的回放是有一点点掉针的 那么据说原来QuickTime能够采集这种采集卡画面的时候 它是相对比较流畅的 所以这个的话应该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 但是有点多了 你能阻止成员了吗 还有 你能阻止一下 它是这样的 那么 很多人能够有了 还会想让你放出 一期表现 一期表现 可能 5分钟 2 3 4 7 8 10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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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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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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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